我去过好几回藏区 而且上礼拜又去了包括我没去过的地方 所见所闻我感受特别的多 这次我们去参观了一个林芝地区的一个小村子 这个小村子大概是20年前迁到现在的地点的 我呢就到我说找了一家人 我就进去和他们聊 我就问他们啊 家有两个孩子是这个学龄儿童 当时我就想反正我知道西藏现在到处 那个基本上小学生的就业率已经是99.5%了嘛 所以肯定上学 我就问他你这孩子那学校在哪呢 也不算太远 后来我想那是不是村里头来一个来一个校车 每天送他们上学呢 他说不 我自己开车送 我说我觉得哎呦他是不是吹牛呢 他带我走到前头去 然后一直哎呦那儿一辆白色的小轿车 就是他自己的 我知道西方有些报道啊 看着的 你说他到底是无知的呢 还是恶意攻击呢 我觉得可能两种成分都有 我觉得眼见为实 他知道了以后 这个这些个歪曲的恶毒攻击就 就就就就就就不灵验了就 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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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